大家特别注意 再来的话如果我今天要画一个 像这样子半径是多少呢 45的话该怎么画呢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用绘图里面有个叫做弧 弧里面有个叫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半径嘛 然后有起点啊 有终点 所以呢我们就选择哪一个呢 起点 终点 半径 好那再来的话呢 起点记得好是起点 终点 半径 那我们第一个就是 给它一个什么呢 给它一个起点 起点 起点在哪里呢 起点在这里 锁住了 好起点在这里 终点 然后终点在哪里呢 这边有没有 最后它会出现一个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请指定什么呢 指定弧的半径 所以我们就直接输入多少呢 45 Enter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刚好是45 当然你可以标注一下看对不对 比如标注从这边到这边 是90 标注一下 这边到这边 也是90 没错 那这边的半径怎么标注呢 标注里面有个半径 你就直接选哪一个呢 选这个弧 就会有个箭头出来 点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标注它的半径 刚好45 这里的话我想你们试试看 就会有什么 好